近日晚上9点20分左右 合肥市金寨路的高架桥上 一位老人卡在了机动三轮车内 接警后辖区的消防部门迅速赶赴县长 进行处置 消防官兵到场后发现 这辆三轮车翻倒在路面上 老人被卡在三轮车方向盘 与机车顶的位置动弹不得 三轮车的汽油不时地从油箱里流出 为了避免发生火灾 消防官兵出水在一旁 稀释露出来的汽油 与此同时 一名消防官兵是跳进车内 扶着老人的头部 另一名消防官兵是扶着老人身体和腿部 二人合力将老人抬出了三轮车 并放在120单架上 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